妈妈,我要听好文章 爱的教育,亚米奇斯 勇敢的少年鼓手,美月故事 这个故事发生在1848年7月24日 那是喀斯托扎战役的第一天 为了占领高地上的一间房子 我们的军队派了一队士兵过去攻打 可是,没想到的事情发生了 这些士兵意外地遭到了意大利士兵的袭击 敌人人数众多,我们的很多士兵都牺牲了 活着的士兵躲入了一间房子里 急急忙忙地关好门之后 他们就立刻登上一楼和二楼的窗户 瞄准敌人进行还击 敌人太多了,他们疯狂地反扑着 指挥官是两名中尉,还有一名大尉 这名大尉的年纪已经很大了 士兵中还有一个年纪只有14岁的少年 他是个出生在撒丁岛上的鼓手 看上去还不到12岁,而且身体瘦小 大卫坚定地指挥着这场战斗 少年鼓手敏捷地跳上一张桌子 把身子贴在墙壁上,向窗外望去 透过敌人的射击 他看见正在逼近的奥地利军队的士兵 他们身上穿着白色制服 这座房子坐落在山岗的最高处 背靠悬崖的一面顶楼上有一扇小窗户 透过窗户可以看见那一面平安无事 看来,悬崖的那一侧最安全 敌人的炮火暂时只能从房子的正面和两侧袭来 敌人的火力非常凶猛 子弹像雨点一样扫射过来 射穿了墙壁 打碎了屋顶上的瓦片 打在天棚上、家具上和门板上 碎木片、灰尘、餐具 还有玻璃碎片四处乱飞 地上乱七八糟的一片 有些隐蔽在窗口向外设计的士兵被子弹打中了 倒下去后立刻就被拖到一旁 还有很多士兵双手捂着自己的伤口 疼得大喊大叫 厨房里中弹的一个士兵已经牺牲了 敌人仍然在疯狂的进攻 包围圈越来越小 这时,一向镇定自若的大卫也开始不安起来 他带着一个军士走出了房间 不一会儿,军士跑了回来 招呼少年骨手跟他走 少年快步登上木板楼梯 和军士一起走进空荡荡的小阁楼 只见大卫斜靠着小窗户 在一张纸条上写着什么 大卫的旁边还扔着一条打水用的井绳 大卫把纸条叠好 对少年说 骨手 少年骨手把手举到冒烟 向他敬礼 大卫问 你是个勇敢的人吗 少年的眼睛里闪着光 回答道 当然是,大卫 大卫把少年拉到小窗户旁边 对他说 你看 就在那边驻扎着我们的军队 你拿着这张纸条 抓住这条绳子从窗口爬下去 把这张纸条交给我们军队的人 把你的皮带和背包剪下来吧 少年骨手剪下了皮带和背包 把纸条放进了胸前的口袋里 军士把绳子从窗口顺下去 用双手紧紧握住一头 大卫让少年背对着田野 帮他从小窗户爬出去 骨手 大卫说道 我们能否得救就靠你了 放心吧 大卫 少年骨手一边向下滑 一边回答说 跑下去的时候 一定要记得弯腰啊 大卫又叮嘱了一句 好的大卫 愿上帝保佑你 不一会儿 少年骨手滑到了地面 军士把绳子拉回去 离开了窗口 大卫还一直站在窗口 盯着远去的少年 突然 大卫看见少年的周围 弥漫起一阵尘土 大卫知道 少年一定是被敌人发现了 敌人正在向少年射击 不好 少年突然跌倒了 完了 大卫握紧了自己的拳头 低好了一声 可是话音未落 他看见少年骨手又站了起来 啊 他可能是跌倒了 大卫自言自语着 轻轻地吐了一口气 只见少年骨手又飞快地跑了起来 可是 他的腿似乎瘸了 少年骨手平安无事 大卫稍感宽慰 可是 大卫也在担心 如果纸条不能被及时地送达 这对他们将意味着什么 少年骨手跑跑停停 好像越来越吃力 甚至都站不起来了 他一定是受伤了 大卫心想 这时 楼下已经乱成一锅粥了 敌人的炮火依然如狂风暴雨般袭来 屋里到处都是被击中的东西 霹雳啪啦的破碎声 军官和军士们下命令的疯狂的叫喊声 受伤的士兵们凄惨的呻吟声 交织在一起 啊 孩子一定要坚持住 大卫情不自禁地喊起来 前进啊 快跑 这时 一个军官慌里慌张跑上来 报告大卫说 敌人一边继续射击 一边来劝我们投降 绝不会投降的 大卫义正词言地说 眼睛始终没有离开少年 快跑啊 大卫咬紧牙关 大声喊 坚持住啊 远处的少年好像是倒下去了 不过 马上他又站了起来 使出浑身的力气跑起来 终于 大卫看不见少年的身影了 大卫匆匆走下楼梯 敌人的子弹像密集的雨点一样落下来 房间里到处躺着受伤的士兵 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 墙壁和地板上血迹斑斑 屋里屋外弥漫着炮灰和烟雾 什么都看不见了 坚持住 大卫喊道 我们的援军就要来了 敌人越来越近了 士兵们都泄气了 脸上露出绝望的神情 这时 敌人停止了射击 用意大利语叫喊着 快投降吧 休想 大卫透过窗口愤怒地喊道 立刻 双方重新激战起来 决定性的时刻已经到来了 大卫紧咬着牙齿 含混不清地嘟囔着 援军还没来 援军还没来 他急得团团转 甚至用静暖的双手握住了军刀 准备跟敌人决以死战 就在千军一发之际 一个军士从屋顶的小阁楼 亮亮呛呛地跑下来 边跑边尖声叫道 来了来了 我们的援军来了 援军来了 大卫喜出望外 兴奋地喊道 听到这个消息 所有的士兵精神为之一阵 一个个生龙火虎般重新投入战斗 一阵激烈地交战过后 外面的敌人似乎招架不住了 秩序开始混乱 看到这种情景 大卫急忙召集士兵 叫大家上好刺刀 准备殊死一战 接着 大卫又飞快地跑到二楼 刚刚站稳 就听见屋外一阵急促的 马蹄声和叫喊声 雷鸣般响起 原来是来支援的 意大利骑兵赶到了 鸣晃晃的刺刀 在敌人的头顶挥舞着 大卫带领手下的士兵们也握着刺刀 冲出了房间 敌人乱作一团 溃不成军 终于抵抗不住 落荒而逃了 那所房子也保住了 大家可以自由出入了 不一会儿 我们的军队占领了高地 大卫率领着存活下来的士兵们 与骑兵团会合后继续战斗 在最后一次的刺刀战中 他的左手被榴弹击中 受了伤 那天的激战 最终以我们的军队胜利而告终 第二天 敌我两支军队又展开了一场恶战 但这一次战斗 我们的军队失败了 隔天的早晨 我们的军队开始向敏奇奥河方向撤退 虽然大卫负伤很重 但仍然坚持与士兵们一起徒步行军 当天傍晚 到达了敏奇奥河畔的驻地 一到驻地 大卫立刻去找他的副官 副官在战斗中被打断了一只胳膊 几天前被军队的卫生队收容 大卫被告知 所有的伤员都被安排在一座教堂里 教堂已经变成了临时的野战医院 大卫来到教堂 这里无论床上还是地铺上 都躺满了伤员 两名医生和几个护士 在伤员中间穿梭奔走 大卫 就在这时 他听见一个微弱的声音 大卫回头一看 原来是那名少年鼓手 少年在吊床上躺着 一条猝步窗帘盖住他的身体 只露出了两只胳膊 脸色苍白 可是 他黑宝石一样的眼睛 依旧那么明亮 闪闪发光 啊 你在这里 大卫有些吃惊 你真了不起 孩子 你完成了任务 这是我的责任 少年鼓手回答 啊 你受伤了 大卫一边说 一边用眼睛四下搜寻着自己的副官 没关系 少年不在意地说 对于他来说 初次负伤 应该是件无比光荣的事 这给了他继续说下去的勇气 要不然 他是不敢在大卫的面前说话的 此刻 少年鼓手一下子打开了话匣子 滔滔不绝地说了起来 我弯着腰块跑的时候 被敌人的子弹射中了 要不是子弹打中了我 我可以早二十分钟把消息送到的 不过 幸运的是 竟然碰到参谋部的一名大卫 所以 我就把那张纸条交给了他 不过 受伤后再往山下跑 真的很费劲 我急得都要哭了 不过 最后的结果还是很好 我完成了您交给我的任务 所以 我感到很高兴 大卫 您要多保重 瞧 您的手好像流血了 几滴鲜血从大卫那未包扎好的手掌里渗出来 正沿着手指向下流 让我来给您重新包扎一下吧 请把手伸过来 大卫伸出了左手 又伸出右手 要解开绷带 以减少少年的麻烦 可是 少年刚要从被褥上起身 脸一下子变得煞白 不得不又把头靠到枕头上 躺下去 原来 少年只剩下一条腿了 他的左腿膝盖以下已经截掉了 断腿处缠着厚厚的纱布 已经被鲜血染红了 这时 一位军医走了过来 啊 军医看了少年鼓手一眼 说道 真是太可惜了 如果这个孩子不是那么拼命地跑 那条腿还是可以保住的 伤口引起了感染 不得不把腿截去 真是一个勇敢的孩子 做手术的时候 没流一滴眼泪 没喊一声疼 他为自己是一名勇敢的意大利少年 而感到自豪 他实在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孩子 说完 军医又急匆匆地去照看其他的伤员了 大卫替少年重新盖好窗帘 恋不转睛地凝视着这个少年鼓手 过了一会儿 他把一只手举到头顶 慢慢地摘下了自己的军帽 大卫 少年吃惊地叫道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大卫 此时此刻 这位一向讲话粗暴的军人 却用一种满含深情的柔和的声音说 我只是一名大卫 而你却是一位英雄 说着 大卫张开双臂 俯下身子 在少年鼓手的胸口上吻了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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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少年鼓手的胸口上吻了三下